球迷們應該也會很興奮看到投手秋上的這一位 背號62號的陳虎 先回到了投手秋上 變化球 選秀備受期待的高中生 這個滑球被陳俊秀做了一個反向的攻擊 敲出了一隻幼阿爺的平非安檔 4-8 看到一些東西 一個變化球打成了二雷方 管地球二雷手接到之後 直接小炮球傳向一壘 完成了刺殺 說完這個內角的升卡球 其實 再來一個內側偏低的位置 直球壓在低角度 這一個二封線的升卡球 這個手臂有tag到嗎 三雷神的手勢 看起來是沒有 眼前好像不抓可惜 是 哇 那就因為你要做這一個動作玩 接下來再換手要做傳球 沒有觸殺 因為是在轉手的時候 對 這一個 今天真的二縫線傳球 比賽結束的時候 他竟然有類似那種 投球失憶症的狀況 等一下再來聊 這一個變速球 讓達者打到了右外野方向 然後這邊陳俊秀回來 是一個高飛犧牲 那外野手可能有蠻多的長距離傳球 像施政哥所講的這樣的方式 沒錯 反正就讓他們維持手感 然後 穩定球 陳虎處理起來傳一壘 那今年在二軍的初登板 第一局雖然掉了一分 不過內容相當的驚艷 可以嗎 別人 將移動 開始 一番怪我 如果有工作 已經在範圍 會不會 你會不會 沒有 不可能 再恢復